政府为国内的穆斯林推出及落实多项措施 以捍卫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宗教地位 其中包括根据伊斯兰法目标原则 推出马来西亚伊斯兰法指数的施政模式 马来西亚是继沙特阿拉伯之后 为全世界第二大的可兰金生产中心 一年制造100万本可兰金 在2017年财政预算案下 政府已推荐国家可兰金背诵教育政策 以精简化背诵教育 大马穆斯林前往卖家朝圣的配额 已从2013年的22,320人增至目前的30,200人 在国政政府的领导下 马来西亚已塑造成现代化和先进的伊斯兰国 马来西亚是泰南和平谈判 及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和谈的调节者 宗教自由与宗教和谐是组成马来西亚不可或缺的元素 政府于2008年至2015年期间 耗资5亿6500万令吉 整修国内的宗教学校 马来西亚于2011年7月与范蒂冈建立外交关系 国政履行我们的承诺 以民为本 绩效为先